大家好,我是Erik 今天是8月15号 我们继续来聊股市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 坚持自己意见,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先回顾一周走势 周一,大盘围绕平盘线 震荡一小时后,慢慢向上盘升 在3400点预阻后有所回落 尾市受涨0.75% 北上资金净流入22亿 周二,大盘前三小时小幅红盘震荡 几次突破3400点 两点过后跳水 收3340点 北上资金净流入63亿 周三,大盘开盘后持续下行 午后上振最低跌2.3% 之后向上逐步反弹 收盘上振跌0.63% 北上资金净流入5亿 周四,上振全天在3300点上方小幅震荡 拼盘报收 周五,早盘 上振慢慢下跌 对3300点做了一个回探确认后 开始起稳 午后逐步盘升 收在3360点 北上资金净流入88亿 全州上振几乎不涨不跌 还是维持在3300点到3400点之间相提震荡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的数据称 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7%,涨幅较6月份上升0.2%,PPI同比下降2.4%,降幅较上月缩小0.6%,CPI和PPI涨幅均符合预期 CPI现在虽有所上涨,但还是3%以下,我认为是属于良性通胀区间 这也预示着通胀并不是当前主要的问题 央行还将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来维持经济回升 稳增长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 虽然在疫情控制住后 中国的经济面已经出现了明显回升 但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充裕 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必要的 货币政策方面 央行一周内有三次表态 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灵活湿度,精准导向 周二公布的7月份的金融数据不及预期 M2同比增长10.7%,预期11.2%,前值11.1%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 疫情过后整个资金面不像在疫情期间那么宽松 政策基调有所转变 我认为真的是一种心理恐惧 成立的股票型资金货币型基金发行总规模合计925亿米 另外 6月份和7月份成立的一批新基金也正在建仓过程中 三季度是新成立公募基金集中建仓期 一般来说,新成立的公募基金要在成立后6个月内达到基金合同约定的仓位水平 从历史数据看,新成立的股票型和偏股票型公募基金在成立后两个月左右仓位能够达到50% 4个月后仓位能够达到70%左右 7个月后仓位达到80%左右 按照这个节奏 今年6月份和7月份新发行的4100亿公募基金 在三季度仓位将达到50%左右 这么算下来是2000亿左右的建仓资金 我一直说,上面用各种手段把银行存款向股市赶 公募基金的热销就是佐证 每一次牛市中期 新增公募基金就是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一直相信股市有它内在的周期趋势 现在各路资金在源源不断的进来 资金进来也是有一种惯性的 所以是不会缺资金 最近指数在箱体来回震荡 我之前周平定性为洗盘 而市场热点正在切换中 除了两周前我说的免税牌照概念出现了调整 前段时间大幅上涨的疫苗概念股 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调整 根本原因当然是涨幅过大 基本上把主升浪涨完了 在这么高的短期利润下 相当部分资金选择了短期获利了结 而随着各国疫苗陆续投产 一旦权威部门证明某个疫苗的有效性 市场预期线下消费将大大感官 如航空、影院等 这些都是之前经历的大跌 估值水平相对低 有可能吸引资金的注意 有效疫苗的推出 也会增加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 那些传统的周期行业也会受到资金的关注 像建筑、房地产、银行、非营金融板块 而巴菲特最近狂买银行股 似乎也预示着大金融会有机会 最近大金融、高科技翘翘板 市场拉了高科技 大金融就不行了 拉了大金融 很多人又说是掩护拉高出货 风格转换迟迟得不到市场的认同 导致了震荡继续 但这不表明风格转变一直不会成功 现在所有的震荡 热点切换或者说风格转换 都是将来为突破3500点相提顶部做准备的 我个人认为热点转到大金融是肯定的 上阵突破是需要有大金融的支持 巴菲特买银行股是有它的道理的 当然其他低位大市值股都有可能被切换到热点 因此我认为接下来的上涨 应该是指数要发力的 指数发力是需要这些低位大市值股的支持 也需要券商板块的 现在聊聊我的个股 还是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这股票周一围绕平盘线附近来回震荡 午后重心上移 微涨收盘 周二开盘就弱势震荡下探 两点过后跟随大盘跳水 跌3.3% 周三开盘持续下跌 最低跌3% 午后反弹收跌0.9% 周四全天在1%的范围内窄幅震荡 平盘报收 周五受中报业绩增长的影响 开盘后稳步攀升 最高接近涨停 尾市略有下跌 收涨7% 全周涨3% 收了一根下影线 本周这股票出了中报 净利润增长79% 这个中报在软件板块和金融科技板块中算好的 所以周五借利好 这股票涨了7% 能够把前几天的跌幅拉回来 按照我之前的大资金盈利套路 这股票在蒸发实施6个月后 参与蒸发的资金是需要用股价拔高 做大市值来实现短期暴利的 这种股票其实主要是靠讲故事 业绩做得好是最基本的条件 一方面是为了顺利实施蒸发 另一方面让很多投资人知道这股票短期内是没有雷的 今后讲起故事来更像真的 所以看之后如何讲故事才是看点 技术上如果这次中报利好 能够让这股票逐步摆脱长期的震荡区间 我认为就达到比较好的目的了 这股票只有突破相顶才能够发起上弓走势 不管怎么样短线只跌是肯定的 先看是否能够过前高24块一代 经过本周前几天的调整 有人会疑惑牛市是否已经夭折 其实这是缺乏大视野的表现 越是大级别的行情 越是要看周线和月线技术形态 对于上证来说 这一次拨断洗盘就是周线技术形态修复 就是月线突破重要技术位后的回踩确认 对于创业版来说 同样是周线技术形态修复 但月线上更多的是属于空中加油的走势 我个人倾向指数调整空间不会大 更多的是在箱体内震荡 以时间换取空间 而个股在这段时间内调整幅度达到20%30%是很正常 整个市场需要有热点切换 前期涨得猛的就要调整 新的热点需要酝酿 从时间上来看 震荡洗盘基本上进入了中后段 因此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只要没有消息面的重大变化 股指会呈现缩量载幅震荡的走势 一旦调整结束 在大金融券商的支持下 上证将向上攻击3500点 我坚信3500点是肯定要被突破的 上证将会走出指数牛 谢谢